他就一直脾气这么暴吗你女朋友 我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还没这么暴 就是到一年之后吧 然后我俩就是经常的频繁争吵 就是不管说因为一点什么小事 我俩都会吵起来 他应该比你先工作对吗 对 你们俩的情感或者说你们俩的感情 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像现在这样 就打电话都嫌烦 从我开始工作的时候 为啥呀 因为从我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挣得少嘛 因为我是被 别好意思说挣得少 挣多少是少 一个月八百块钱底薪 骑程基本上看不着影 怎么了 一千块钱的时候 他在赛斯店卖车 卖长安灵木 然后我是他的实习嘛 底薪八百块钱 然后一个月连一千块钱 有的时候都拿不上 天天的还一个劲劲的 今天车展走了找不着人了 明天车展走了找 你到底卖出去车了没有啊 这也是公司要求的 我没有办法 而且来说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嘛 我不舍得出来工作了 在管家里要钱了 然后我一直没有管家里要过钱 所以说在近期花过他一点钱 他就把这个事情跟我母亲说了 我这个是心里挺不高兴的 你花了他多少钱 花了他点钱 上学那时候吧 一个月他管家里要钱 一月就三四千 我上学那时候一两千撑子 对他不是跟你谈恋爱吗 他没花在我身上 上学的时候我俩还没谈恋爱呢 就毕业了以后才开始谈恋爱 然后从毕业以后他就开始 不知道受哪个逻辑思想 我开始出于工作了 我必须独立自主 我不能啃老 说的可好听了 然后呢 是不啃老 你啃我呀 你愿意想得啃吗 是 我是胖一点 但是也啃不了多长时间呢 心知口快一顾的 因为这个是刚开始工作嘛 我肯定是 谁实习 大学出来实习 肯定都挣不了太多钱 所以说我也是一个大专毕业的 我也不是说有多高的学历 你这上面不是写本科吗 我是自考本科 所以说我这边认为 就是我花了他的钱是不应该 一个男人花一个女人钱不应该 但是刚开始我确实是没那么多钱 那就别花呗 那我不能饿死啊 那你还是花人钱了呗 对这个事情我确实是花了钱 但是我跟他承诺过 我说等我挣钱的时候我会弥补他 现在挣钱了吗 现在还是一把 所以你花人钱你当然就 对吧 这事啊 у罢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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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